外贸透支中央还中国经济更冰冷,大陆周一1月14日公布上月贸易数字进出口,不但大幅差过预期。 更罕见意同复增长印证贸易战,以令大陆经济千疮百孔环球也好不到哪里去。 令人担心的是之前外贸被透支,将在未来数月偿还经济恐更冰冷按美元计。 大陆上月进口,按年卸7.6%,为2016年7月以来,最腿远差过预期增长4.5%,出口则按年跌4.4%,为两年最大跌幅,同样与预期增长2%大象净停回顾当月一开手。 中美就宣布停占90天贸易数字,就随即急措当中,出口大跌不足为奇。 或与早前商家囤货,及欧美年底订单,已完成有关。 进口急差则可圈可点,孔玉是大陆经济奇差的程度超想象。 赞助商链接 赞助商链接值得留意的是,去年1-10月,大陆即出口普遍超过预期。 最后两个月,则远远落后。 再加上去年中美贸易顺差业外地,按年增17%,达3233亿美元创历史记录。 可见商家为预防关税大增早已透支进货量。 同一道理中国去年外贸顺差,主要靠美国支撑,亦透支了未来进账。 成为今年经济大患更悲的是由于欧美零售黄金荡期已过。 加上中国农历新年临近今年一、二月数据,势必更差首季整体出口可能负增长。 届时数据溢出相信市场对经济寒冬的惊恐。 程度将更慎弱大陆政府挽救经济措施,被视为杯水车新金融市场跌势幅度是更惊人。 事实上大陆贸易数据差略,早有计,可寻被视为全球经济型语表的南韩,早在元旦日公布。 上月出口净跌1.2%,其中对中国出口骤减13.9%,与2017年同期进增14.8%,形成鲜明对比。 由于当中不少货品,属于中间产品要在中国完成组装后输出国际。 反映目前大陆进出口,一同负增长赞助商,链接再助商,链接难怪有城中富豪警告。 全球经济面对低增长大众已小心,一言以蔽之就是打工仔的荷包,难大幅肿胀。 资产价格又怎会大幅上扬外貌,早前被透支,凸显近期所谓中美谈判有曙光。 只是因有迫切需要解决涉及吃饭问题的燃眉之急,四成下之萌多于互惠双赢。 严格来说,目前全球经济火车头,只剩下美国为该国政府停摆,以对经济构成影响。 假若美国经济,不再一支独秀中国同时间,又要大量向美国采购货品。 外贸顺差从何而来,怎能维持经济高增长,由于外贸被透支保住了。 大陆去年首三季经济增长上季,则可能远远预期颓势将延续至今年首季面对隐患显现投资者更需保守。 大陆去年首三季经济增长